我们真是落难姐妹 一个情场失忆 一个事业失忆 你看人家李尖尖 哪儿哪儿都得意 作品都卖到国外去了 人家那牛吹的 当代木雕 艺术 领军人物 都艺术家了 咱俩专这撒瓜俩枣的 你一个合约工 我一个无业有名 以后要是配不上人家喽 别这么说 我说话过点脑子 导演 你好 我叫唐灿 今年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六八 体重四十八公斤 从小就拍摄过 各种广告和电视剧 能够驾驭各种角色 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 现在开始 我 李尖尖买了凉皮 发现了《火灾调整》 不, 我在这儿 不, 还没有 不, 我的 凉皮 我 对不起 蔡 你不是说 想要放弃当演员吗 你跟我们说 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 跟组的群众演员 所以你想放弃 你怎么想的呀 你跟我们说说呗 说说呗 对啊 说说呗 我们都商量着来 都支持你 对 我一直在参加各种事情 都没成功 这事干嘛瞒我们呀 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 你们一直一直都很支持我 对啊 从高中的时候起啊 我们就会最挺你的 从高中的时候起啊 高中的时候 对啊 从高中开始 我就开始事情失败了 爱我和朗然 而来似万八千岁 不与青菜同人烟 西藏太白有鸟岛 老众 老众 小伙伴姐 进来吧 今天看书了不看出门了 什么都没定呢 他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 搞得校长都知道了 还来班上看他 都是吹牛 周大导演 拍谁谁红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能演女一号呀 一开始就不该信 你说他都骗人了 咱们男生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长得漂亮呗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都是同样能学 何必啊 皮皮老师 抓吃零食的啦 快跑啊 别管别人怎么说 他们那么说你 还不是因为嫉妒你 他们哪儿懂了 像这么好的资源 大家都在争 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 对不对 这现在的人哪就是这样 当你好的时候呢 都围着你 不好的时候呢 就笑话你说些风凉话 很正常 不要放在心上 宝贝 这再说了 咱们去北京培训 也不是毫无收获呀 对吧 这试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 昨天就有一个 北京经济公司的人 给我打电话 说在培训工作室看到你了 说你非常优秀 想签约你呢 北京的经济公司吗 对呀 一个姓王的经济人 那你们谈得怎么样 这个我们就 大致聊了聊 也没有聊太多 反正我觉得那种经济公司啊 对咱们帮助不大 做经济人 做经济人妈给你当经济人呀 又不是接不倒戏 对吧 你可不知道 他们可黑着呢 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 说你是新人 前期要三期开 到后面才五五 妈呀 咱这一部戏才能挣几万块钱 全给了他们 像啥好事呢 不是 妈 人家经济公司 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那什么包装宣传 那都是骗人的 要宣传 妈给你宣传呀 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 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啊 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 给你登报 那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啊 你呀 就是想什么都不懂 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赶紧吃饭啊 吃饭 来 你不是还吃牛肉吗 吃点牛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 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 表现不太好 不太积极 你表演也不出彩 不夸张呀 你要把你的情绪啊 全部表达出来 夸张表达出来 对吧 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 好了 好了 不提了 不提不提了 都是妈的错嘛 喝点汤 喝点汤 不说了 不说了 吃饭 吃饭 末日正光藏在夜里 看星星不眠 拆解阴影 被月亮沿着风隙天际 夜空就美丽又失明 美玉跟你玩了吧 美玉跟你玩了吧 你别生气 她就那样 逗你玩呢 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 去不去 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到ہ 睡着觉得 我去 我干嘛不去啊 她还吃我巧克力的呢 我吃穷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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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笑啊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 你们接受了我 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后来 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 你知道每次我试尽失败 你们给我加油鼓勁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吗 那种安慰的眼神 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 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 你就开心了 一个成功者 就算是被吐了口水 那都是嫉妒的赞美 一个失败者 面对鼓励的掌声 那都是闪了耳过 你们越鼓励我 我就越觉得我自己 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Curr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